大家好,我是野明星 我觉得乐有两种理解 一个读音是乐,一个读音是乐 那么在我们的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之下 他们创作的每一个作品都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欢乐 然后快乐等等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陪着我们 或者我们大家陪着你们一起去走这一段旅程 或者是真诚 我觉得我的2022年度之歌应该是飞飞 因为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在内地给大家表演的一首歌 那么这首歌可能也是大家开始认识我的一首歌 我希望自己可以唱更加多的不同作品 然后可以继续的进步,努力进步,努力进步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希望陪多点家人队 跟他们相处多一点时间 之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在自己要学习的领域里面 学多一点知识 然后去转眼转眼 有三个,第一个物件是叫做我的一些歌词 就是一张张的歌词 因为里面有每个时期的我写下去的一些字 然后那个是可以代表我那时候的状态 或者是唱这首歌需要怎么去唱啊 或者是有什么感情啊,在里面等等 就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想如果以后我在看的时候 他可以给我不同的力量 第二个就是留言 就是大家给我的留言 是可以给我很多自信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人 然后其实我是需要很多人去鼓励我 鼓励我等等 所以我的粉丝们或者是支持我的人 经常这样子做 就让我有一种很欣慰很暖的一种感觉 第三就是我想是勇气吧 因为每一次跟不同的音乐人交流或者是合作的时候 就可以在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不同风格的东西 或者是不同音乐种类 那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的 但是鼓起勇气 然后跟他们合作之后 发现是有很多东西值得自己去学习 乐起星辰,因为有你 2022微博音乐盛典 扩别两年换新开启 1月18日我在微博音乐盛典 邀你共享音乐佳佳 稍收拓 4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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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